我想說我明明是男生 為什麼你要傳香蕉給你 男女他都要 男女同事 對 它是這一種 趁著我們大家喝酒的時候 請問我 太舒服 你要真的就是這樣 有人是不小心跑的時候 學校地上 小朋友就大哭這樣 小朋友飛出去是小事情 對爸爸來說 小孩子活著就好 如果是你爸的話 我就把你捨在牆壁上面 不會讓你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Ella 這邊是Ella大尺度 我在一起說 台灣真的認識到非常多的朋友 那我們這一集的來賓是 張鳳琪 讓我們歡迎張鳳琪 哎呀 厲害了 好久不見 欸 這樣碰你 你會不會去跟人家說 我對你性騷擾啊 來吧 不會喔 因為最近這個話題真的是 非常的多這樣 對啊 大家都在me too me too 說真的 你有沒有試過 我之前有過 被人性騷擾 被女生嗎 被男生 趁著我們大家喝酒的時候 強吻我 有垃圾嗎 當然不會讓他喇叨 今天不管對方是男性女啦 這都是很不禮貌的新聞 如果對方很正 奶又大 然後身材又好 前突後翹 長得又很漂亮 給你親下去 你會怎麼樣 這個 如果我說 我會把他推開 你們相信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啦 今天不管對方是男性女啦 你說你被他這樣強行的親 那你當下是覺得很噁心嗎 平常我們相處的過程中 看不出來他是這種人 就是他是個正人君子 然後也看不出來他是 對男生也會有興趣的 我們都以為他就是 只對女生有興趣 結果想不到他是 男女他都要 男女同事 對 他是這一種 有時候有些同事好朋友 我們可以相處個人 就感覺得出來了 他是完全看不出來的那一種 他藏得很好 所以其實當下我就是 直接把他退票說 就是這樣 三字經就突然變得很不順 哈哈 就是把他罵了一遍 你還記得那時候罵了什麼 我們會把你逼掉 就很髒很髒的那一種 你趕快罵 就是 你好過分 平 哈哈哈哈 不要下班好嗎 對啊 你為什麼那時候會出家 那時候出家是因為 我小時候很皮很壞 然後我父母就把我送到 首學夏令營 那我參加的時候我覺得 哇 在環境實在太舒服 太適合人類居住了 夏令營總會結束的時候 就暑假過了之後 我就打張給我老爸 欸 爸 我決定要聊一遍出家了 欸 我爸還說好 他完全一點那種捨不得的感覺都沒有 但是後來我才知道說我爸那時候想說 那種我生活我可能過不下去 可能兩三天就回來了 殊之為去 欸 我就去了六年 他打錯盧玉順海了 他打錯了 對 但是我就出家 他們好像也蠻開心的 因為就少了一個累贅的感覺 你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妹妹跟哥哥 那你是裡面最皮的那個就是 我是裡面最皮的可以這麼說 什麼皮啊 很壞 小時候真的很壞 那時候壞到是 也是有保姆帶我們嘛 我是因為拿那種鉛筆去搓保姆的屁股 哈哈哈 他在二天殺了80人 他已經接種了 後來出家 你在裡面有被教訓嗎 像你烈根心那麼重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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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啊 他們會很注重我們小沙咪小的上的那個 行住坐臥 行為舉止要非常的嚴謹 哪怕是我們吃飯都要這樣做很頂 中國古代有講的說龍寒豬 奉點頭的那個姿勢都要很準 一舉一動都要非常的有威夷 所以那時候壞的時候我被抓去那個 扔了法杖那打屁股嗎 大板啊 廟裡面也不會那麼嚴格這樣子 其實每個人進去很奇怪 裡面有一種莫名的神理 去的人都會更注重自己 就不會那麼實壞 怕有報應怕有因果報應 所以我們在裡面都很乖 那你那時候小時候怎麼會懂因果報應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進去上課會教啊 一開始就先放那個生命的吶喊的錄影再給你看 因果報應就是 小時候拿鉛筆戳保姆的屁股長大的話 你被捅屁了 哎呦天啊 哈哈哈哈 She will prick her finger on the spindle of the spinning wheel and fall into a sleep light 欸你後來為什麼會想要還書 那時候 因為九一大地震 然後我媽希望我的學業 繼續可以讀上去 我剛剛還書的時候 我爸瘋狂的介紹女朋友給我 去拍戲的時候遇到那些靈眼的小妹妹 都說欸我兒子不錯 我兒子 學否則不會變壞 學否則不會變壞 那你有沒有遇過就是那一種瘋狂粉絲 有啊 我那個讀書 會讀到學校啊 讀到家裡啊 讀到公司啊 為什麼會知道你家住哪裡 因為他們會跟保姆車 反正會就是包車追保姆車嘛 最近的時候會跟 然後大家知道 欸你公司在哪裡 你學校在哪裡 你住家在哪裡這樣 對 那如果是遇到那一種跟你見完面之後 回去偷偷私訊 因為現在的資訊太透明化了 所以他們也不太會傳那種 很奇怪的東西啊 可是我常常收到欸 我常常收到香蕉的照片 我也說過 男生傳來的 我也說過男生傳來的 就這些男的怪怪的 我想說我明明是男生 為什麼你要傳香蕉給你 快吃你爹的屌 你覺得你在演藝圈吃到 你覺得你在演藝圈裡面吃過最大的龜是不是 你開始想說吃到什麼 吃到最大的龜 吃到最大的龜是什麼 吃到最大的龜是什麼 有時候假的東西喔 被新聞寫寫寫寫寫 寫到就變真的 那其實這件事情 可能並沒有發生 或是並不是像大家想的這樣子 我們只是 不出來講 並不表示 事情就是這樣子 那你不出來講 人家就覺得 哎呦你默認喔 對 然後人家就會在新聞底下 都會流超難聽 尤其是那種立民的 那我曾經告過網友啦 還真的被我抓到 他也就是在那種 我的新聞底下 那個新聞一看 就知道是 在毀謹我的家 對 我們也只是不想出來解釋 對 我們也是這樣 哇 罵得難聽啊 就罵什麼什麼 渣啦 爛雞雞啊 所以那時候就是 抓出三個 想要殺雞警候嘛 網路警察找到兩個 因為他們一收到那個叫什麼 傳票 他們就嚇死了 粉絲團瘋狂私訊道歉 瘋狂 然後就說 對不起啊 風奇哥哥你是大帥哥啊 所以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我有躁鬱症 我有憂鬱症啊 所以我才會噴心 我發現現在很多人犯錯啦 然後都會說 他自己有什麼病啊 有什麼症狀 有病就要看醫生 不要再往我上罵人 他道歉這些話呢 基本上 就很明顯是證據了嘛 我也沒回他 律師就說把這些通通給他 就解讀給他 那結果一到法庭 他們就說可以和解嗎 我說和解可以 但是因為我不想讓他們 這麼簡單的 就輕易的逃過這一劫 逃過這一劫的話 是不是下一個藝人 被他們攻擊 被他們攻擊 又很倒楣 我說和解可以 我和解金 只要cover掉律師費就好 那我那個律師比較貴一點 那當然他們是付不出來 我跟他付不出來 那你就直接起訴嘛 你的人生就有一個 前科污點啦 當初你在留言罵人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想清楚 你的父母會怎麼想 怎麼了 你有被人家罵是不是 沒有 沒事啊 我一看就知道 我是常被罵的 應該說他們就是比較 社會邊緣人 然後你覺得罵你 他們也有成就感 因為他罵了一個公眾人物 他可能罵我就高潮了 這樣 之類的 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你可能比較容易到 所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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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細數都台灣認識的 真的 你還演我真的是覺得超屌的 前突後翹這樣 我們男演員化妝都很難認真 你知道 飄過去 跟他兌線的時候 眼神都不知道看哪裡 那你要不要試看看 演那個女色狼 你是一個很純情的男生 然後我演那個色的那個 我想要硬上你 那種感覺 你可以試看看 你演得出來 好來 你是風起的 這邊好像有點腫 喔看到看到 真的很腫 男代不想要碰一下 好好好 我都臉紅了 我不相信 不害我 我們這樣做其實是不對的 是不好的 啊 啊 啊 你示範一次強暴戲給我看 可是 強暴 強暴的定義是 女生會要反抗 嗯 你不能那麼爽啊 你不可以那麼爽啊 你太爽了 等一下我們那個有房間 然後我們等一下進去 深入敞談一下 深入了解一下 對對對 那我們在演的時候就是 真的會 稍微比較用力 因為演戲喔 我越真 女生會演得更好 因為如果都假假的 啊來啊來啊 反而你會 不知道怎麼演 女生演不出來啊 你要真的就是這樣 那這樣子你會先跟女演 先溝通嗎 要先講 就是說我等一下可能會碰你 碰哪裡要腳 就可能會假裝要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要先事先跟他說 他也會有心理準備 就是要先經過女生同意啦 比如說你已經生完兩個寶寶了 之後呢 性生活還沒滿嗎 應該是我生過小孩的夫妻 其實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就是 所有的時間都被小孩綁住 因為小孩目前還小 都跟我們睡 啊如果你真的要幹嘛 欸又怕吵到小孩 可是你們家不會有客房 有客房 但是小朋友呢 睡眠會起來喝夜奶 像我弄一次都要四個小時以上 小... 因為照顧小孩真的太累 我們要工作拍戲唱歌 有時候真的已經變成這種 入不從心了啦 真的太累了 不是... 不是... 差不多十分鐘就可以 欸 沒禮貌你 像你用過一樣 來吧 不會喔 那你這樣還會DIY嗎 好像生小孩後還沒有過耶 啊這樣不會滿到意出外嗎 可能會從鼻孔流出外 但是早上還是會成薄啦 真的嗎 對對對 多大 我見了37啊 我說像你 啊 哈哈哈哈 邪號十號半 哈哈哈 有做過什麼事情 惹老頭生氣嗎 可以真正激怒到她 她不想跟你講話 有一次不小心把兒子摔到地上 把兒子摔到地上 把兒子摔到地上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啦 哈哈哈哈 怎麼摔的 而且是 就是人家說呢 當沒有危險的時候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險 因為在那邊玩啊 小朋友飛高高嘛 他很開心嘛 就正啊啊 飛啊 就是飛出去了 小朋友就大哭 這樣子 然後在那次我老婆 還從家裡說 小朋友好睡著 human 是什麼了 沒事沒事 她不小心 踢到床腳 然後老婆說 屁 你根本不會走路 怎麼踢到床腳 我們家那個 說好不打槽口 然後我們家那個 analog房間啊 英文床裡面有寶報�清器 你調來看 雞醨 我那天被他罵到 他大概一兩天不跟我講話 因為你還說謊啊 對啊 因為想說 反正兒子沒事嘛 既然沒事 那我們就草草帶過這樣子 小朋友飛出去是小事情的 混蛋 我們現在就是離婚 以後誰也別管誰 欸 如果草鑿地的話 欸 出大事了 草鑿地 我就直接抱到醫院了啦 如果很嚴重 就老實說了啦 小朋友有時候真的是個 很危險的生物 就小朋友大概在 快雨水的時候會在 就開始爬 他那時候從嬰兒床 站起來了 然後好像要拿回去 就這樣子一拿拿拿 嬰兒床大概這麼高 阿神會翻下來 發現一定頭到地 所以我兩個人都被我救過 就很奇怪喔 就這時候爸爸的 神之手就會出現 就明明會聊聊聊聊 會突然他翻下來那一幕 會突然這樣 瞬間把他接住 所以其實還好 我們家的小朋友 我們偷好壯壯 到現在還活得很健康嘛 對爸爸來說 小孩子活得就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風淇來上我的節目啦 謝謝大家 有沒有想要宣傳的呢 老婆的哥哥 八月他會發行他的單曲 對這第一個 可是我覺得今天要來宣傳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暑假那一檔細說 喔細說呢 對我們那一檔 居民叫什麼 龍太子報親恩 對 台語叫做是 龍太祝報親恩 對 我們這一檔那個 暑假會播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 拭目以待 強力的支持 因為我弟是演戲喔 上大一幕 對 這個台語會怎麼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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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啦 對 因為想說 就找我們兩個就夠 其他人不重要 啊啊啊啊啊啊啊 說真的 我以前剛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為什麼要把我媽那麼難聽 因為我曾經收過 最侮辱的話應該是說什麼 如果是你爸的話 我就把你設在牆壁上面 不會讓你出生 因為之前我爸就是因為拔牙過失 因為細菌感染嘛 然後他可能就是在新聞下面留言說 就是因為你這樣不男不女 你爸被你氣死了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攻擊我就算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攻擊我家人這樣 不要亂造口 對 然後還有那些很會寫負面新聞的 麻煩真相先求證完之後 要寫再寫 不要為了補取月稿率 不然寫一通 那這樣照你這樣說 這樣記者的頁丈很重 因為他們唱的不是這樣子 記者都這樣子啊 當事情的真相 沖絲撥繭 像洋蔥撥出來水落石出之後 才知道原來當初的記者 有多麼的愚蠢